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徽省会都在哪呢 安徽第一个省会让人意外 竟在江苏南京 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 明定都南京 后先北京 但南京是富兜 是明朝根本重地 明朝在南京涉南直立 管现在江苏和安徽 清朝统一后 感觉南之力太大 威胁到清朝统治 当入关后 南直立改江南省 1661年 江南省拆分出江南左部正式司安徽 江南右部正式司江苏 这两个省名是1667年定下来的 不过 安徽省会却在南京 当时也考虑过在省内找一个省会 有四个城市候选 第一个是太平府金安徽省马鞍山市当图县 太平府历史底约够 但距离南京江宁实在太近 和非和安庆也被考虑过 那时的卢州府 和安庆府规模不大 难以承担省会之能 徽州经济发达 规模大 非常合适 可徽州位于安徽最南部 受客观条件限制 安徽巡府衙门就暂时放在江苏南京江宁府 这个暂时间可不短 长达93年 乾隆25年 公元1760年 朝廷觉得安庆府规模足够了 再说省会在外省来往不方便 就把省会从外省迁到安庆府 不算外省的南京 安庆是安徽省真正意义上第一个省会 不过 安徽省考生要考试 还是要再去南京 再下江考棚 直到清末依然如此 安庆成为安徽省会名副其实 安徽的安 就是取自安庆府 当省会后 安庆府的发展非常迅速 尤其是近现代工艺 1861年 安庆内军械所成立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近现代兵工厂 中国第一台机动轮环 第一台蒸汽机都诞生于安庆 当时的安庆有多发达 长江沿岸有三座大城市 称为长江三殿 这三殿 除了武昌和南京 就是安庆 因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 安徽省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1853年2月17日 太平均攻克安庆城 然后顺江东下 定都南京 在这种情况下 安庆已不能再当省会了 4月 安徽省会迁到了省内另一座大城市 卢州府合肥 当然 当时签省会与合肥是应急之举 清廷收复安庆后 安徽省会又回到安庆 清末 安庆在此迎来繁荣时期 安庆有个响当当的称号 叫小上海 到了民国 安徽省没什么变化 1938年 形势为之一变 沃军沿长江一路向西烧沙强掠 安庆变得非常不安全 省会不能再当了 必须搬走 搬到哪了呢 六安 六安只当了半年省会 1938年1月13日成为省会 6月27日 省会又搬走了 这次的落脚点是金寨县的金家寨 石城立黄县 这次停留时间较长 1945年胜利前 安徽省会一直留在这里 只是在这期间 受到沃军进发的影响 安徽省曾极为短暂的在附近几个乡村来回搬家 比如1943年1月3日 省会迁到夜几 两天后 又跑到霍秋的李家围 1月19日搬回金家宅 郭军投降 安庆光复 这时可以考虑省会迁回安庆了 但有人觉得 安庆支持进步的人太多 不合适再当省会 省会要迁回安庆 这伙大员就等着挨骂吧 安徽省会没有回安庆 又去了合肥 安徽省会在合肥待了三年 这是合肥第二次成为省会 安庆恢复省会 是在1948年8月 距离新时代已非常近了 安徽省会仅在安庆待了半年 第二年2月 安徽省会匆匆迁到长江沿岸的五湖 可那时就要渡江了 五湖也待不下去 又大箱子小包裹跑到了辉州黄山市 虽然安徽省会在辉州时间很短 4月28日就离开了 但是 这也是辉州历史上第一次 当然也是最后一次成为 安徽省会 安 辽 这两个字终于名副其实了 新时代后 当时要考虑的安徽省会 不过 第一选择不是安庆和合肥 而是五湖 安徽曾被分为晚北行属和晚南行属 晚南行属驻地就在五湖 只是当两个行属合并成为安徽省会 省会却放在合肥 时间是1952年8月25日 合肥的优势在于处在安徽全省的中部 在交通不是很发达的那个年代 各地来往合肥非常方便 安庆和五湖都非常好 就是位置相对偏难 最终在1958年 安徽省会正式定在晚之中的合肥 更多历史地理文章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地图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